大家好,又來到一週兩年期的時間 我是信報主持Fiona 今天在我身邊就是信報高級分析員Ricky 大家好 Ricky,這麼快又來到10月了 他和這個大選又剩下一個多月的時間了 所以現在我看著美國股市那邊都相當的錯 本身就在想他會不會已經調整完成 見到他有些反彈 誰知道聯署局那邊又有一些言論 又說經濟前景差 又說可能要考慮加息 然後股市又軟了一軟 金價又軟了一軟 是啊 因為很正確 但是沒有理由 因為大家都在想 其實現在特朗普始終在臨大選前 怎麼都應該會鞠一鞠個市 就是為自己做一下勢 為什麼呢 都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特朗普經常都覺得自己的股市很棒很棒 但是如果看一些數據 其實又真的不是很棒 為什麼呢 大家看到 其實現在看到特朗普 就是 在特朗普任期的期間 其實標本百指導只是升了四十幾個巴仙 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很好 但是如果拍到奧巴馬 人家是升了1.4倍的 那麥克林頓的更加厲害 升了2.3倍 其實特朗普經常都會引以為傲 其實引以為傲是否對比喬治布殊 即是他的黨友 即是共和黨 上次喬治布殊是共和黨的 那 標本百指導上在共和黨 在喬治布殊 任期內 其實跌了兩成半 所以其實特朗普只是好過喬治布殊 多很多 但是相對於共和黨 在奧巴馬 阿倫頒 其實根本上 是見不到他 尾那個阿登 那 雖然 其實整體來說 美國人 對特朗普的換言道 其實 任期的換言道 其實都不是很滿意 大家看到只有四成半的人 滿意 不滿意的人 就大把 多過五成的 有53% 現在最新 都挺不滿意特朗普的表現 的 之後 如果看回特朗普和拜登的支持 本來其實特朗普的支持度 其實是比拜登好 但是一個疫情殺完之後 大家對特朗普的表現相當之差 反而支持拜登的表現 就是反而支持拜登的表現 比特朗普多過八個百分點 所以現在 下個星期一 下個星期二 中東大選的辯論 其實都很重要 尤其是 透過這個辯論 可能可以提升特朗普的 民調的支持度 但是那招要看什麼呢 第一件事就是看對華為的政策 尤其是 你也知道現在特朗普的那班官員 就是 言論都挺激烈的嘛 看看他有什麼做到那些 更加激烈的言論 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剛才所說的那些 經濟問題的處理手法 就是聯儲局的官員都 現在都在說 經濟 就是美國經濟其實都很差 不要以為其實已經很好 那最重要就是 疫情 疫情的方面 其實大家都在怕 即將來的冬天 可能會 令到 會不會又再次封城呢 如果封城的時候 會不會對美國經濟又有一個重創呢 這個大家都要值得在這個辯論的時候 去看看有什麼最新的發展 其實最近也有提到一個調查的 他就訪問一些美國的民眾 就問他 即特朗普都說 其實他都上任了四年 其實大家也覺得這四年之間 有沒有覺得自己的荷包多了錢呢 其實都一半一半 其實都只不過是大概百分之 即大概三成 覺得荷包是多了 但是差不多三成 其實沒有什麼分別 所以其實 雖然說今年經歷了很多的問題 不過其實也有調查 其實大部分 雖然說特朗普現在是有很多 對華政策激烈 但其實大部分的 美國民眾其實是比較關心 這個全球經濟下行的風險影響 多於其實 其實就是你在搞其他國 對華 會不會是有些錯了焦點呢 覺得特朗普 不過其實他做疫情的事情 做得太差了 其中他要找一些亮點 剛才看到他做股市 都不是很好 所以有什麼可以做就是搞對華 但是說真的 沒有幾多個美國人 很關心對華的政策 所以來講 其實做一個口說得多的 覺得對華政策好 尤其是對於美國的農村那些人 覺得美國很強大 那樣想投多一些他的票 但其實是否真正都幫到特朗普 這個行李是值得一個很大的疑問 還有你搞TikTok 其實美國那邊是很多人在玩TikTok 甚至是那些直播大貨 很多人都因為這樣賺錢 你現在不讓我們封閉TikTok 不讓我們有用 其實都等於是撤斷自己國家裏面的財路 所以可能有些人都不太喜歡特朗普的一點 還有有一個很特別的調查 就發現 因為譬如現在全球都有面對疫情 不同的元首都有不同的面對疫情方法 但反而譬如巴西、南美 那些疫情都很厲害 但反而當地人對於他們的總統的支持度 都頗高的 其實當地那些佛系應對手法 他們的元首是可以用戴口罩 就這樣出街 甚至叫別人不要戴口罩 當地的染病率都很高 但反而因為他覺得這樣 你少一些封城或者那些經濟限聚的政策 反而當地人會買很多 是啊 各處香村各處例 西方覺得這些都是流行性感冒 所以來講他們就 所以來講他們就 相信他們就 都不免得戴口罩 留行性感冒 為什麼戴口罩 戴口罩很貴 不過當然我們自己 應該要保護自己 始終我們的文化上 跟他們有很大的差異 所以 都是要戴口罩 尤其是亞洲地區 相對染病的機會率 都是比美國西方國家為之低的 不過簡單來說 總之在大選前 我們都預計10月 股市是十分之傻的了 但是再加上下星期的那一場辯論 因為你始終辯論 可能會有更多一些更加的火花 再次刺激 不知道對股市有什麼影響 尤其是可能會對第三季股市表現有些影響 雖然說對第三季股市表現有些影響 但是其實有些國家都做得不錯 尤其是西亞地區和中東地區的國家 你現在看到 今年第三季表現最好的股市 就是巴基斯坦的股市 為什麼 這個我都不是很清楚的原因 大家都沒有研究 升了兩成二 然後沙特 沙特也很厲害 我升了一成四 然後巴林 但是表現最頑皮的三個股市 就是塞浦洛斯 智利和米馬爾他 這些相對經濟規模比較小 值得留意 就是我們中國A股 上任政治數 第三季表現都比較不錯 升了一成 我們熟悉的美股 美股都升了4.4% 但是港股那方面是怎麼樣呢 港股呢 如果截至四周三為止 恆生指數其實跌了2.8% 那已經排名都比較厚的 大概60位 但是如果打開一個 恆生指數成份股的表現 那表現第一個就是 新加日染藍的小米 之後就是新洲 之而此之外就是 剛剛染藍的若明生物 那表現比較頑皮的 那又有一堆銀行股 很多隻 那包括了 今個星期一度跌穿28元 這個叫做公股鐵底的匯豐 那還有會拿著的 匯豐拿著的交通銀行 都幾乎兩成二 那還有很多很多銀行 那包括了 還有這個叫做公商銀行 中國銀行 建設銀行 都在包尾十大裡面 那所以來講 其實第四季 都要小心一點 銀行股 始終都是 在這個利率低企的情況之下 都要 對銀行股 其實是相當相當之不利的 那但是你又覺得 第四季是可以怎樣 部署呢 第四季 那當然 我想可能 暫時都要 看看哪個勝出 就是看看哪個 拜登贏 還是特朗普贏 如果這兩個個 政策都相當之不同 那另外呢 我想值得留意一點 就是那隻小米 那小米呢 雖然說 金貴升了 剛才說了 就是 表現最佳藍籌 那但是 如果按回 小米和蘋果 拍回來看 其實有些有趣的東西 可以看到的 那 尤其是小米 在艷藍之後 那價錢就抽了上去 因為衝景艷藍 那由過去 其實相對 小米的預期小型 其實是比蘋果 為之低的 那但是 因為一個艷藍的因素 就抽了上去 那令到小米 就是紅色的那條 預期小型 就遠遠高過 這個蘋果 那其實現在 小米的預期小型 其實整個37.5倍 那高過 其實高過 其實有一個偏良 那會不會小米最落後 是最跌呢 那這個真的要值得 可能大家要小心一點 嗯 那其實如果是一個 那麼 那麼 那麼小房 那麼波動 都是拿回 一些現金 會好些 是啊 可能沙智現金 看看 看定些 尤其是大選 那麼波動 美國大選 那麼波動 最重要就是 現在在疫情之下 那些選民如何去投票 那有些就說去投票 有些就說要寄選票 那寄選票之後 會不會出現一個 大混亂的現象呢 那麼這個 如果面對一個 大混亂的現象的時候 股市就會反映到 這個情況 那會不會 令到股市更加波動呢 那大家真的要小心一點 嗯 好啊 謝謝Ricky的 那麼今集一集兩件時間 差不多了 下星期再見 拜拜 下星期再見